一阵寒暄扰攘之后,小妖见五王,七王迟迟不进入主题,便主动询问,外爷可是在朝云峰等我们。 羽扬回应,父王确实是在朝云殿内等待王姬。 那这时间也不早了,我们便先去见外爷了。 小妖便拉着枪炫和阿念一起转身,走向云眼,却有轩辕侍卫挡在了云眼前。 小妖看向五王,得妍一脸和蔼地笑,父王只说要见王姬,却并未宣召枪炫。 小妖也笑起来,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拦我。 明明那笑比拂面而来的春风还要暖上三分,得妍却感觉到一股冷嗖嗖的凉意。 羽扬在一旁帮着解围,并不是舅舅们有意阻拦,实在是父王没有明旨,我们并不敢擅自做主。 阿念听了这话,却是气得不行,眼看着都已经回到轩辕了,枪炫哥哥还是被人这么明理,暗里的欺负排挤。 阿念便想走上前去理论一番,却被小妖伸手拦住。 小妖把阿念拉回身后,脸上的笑容十分温婉。 她看着七王笑着说道,无妨,你们不敢做主的事,我敢,我想今日就算我带了哥哥和妹妹进朝云殿。 外夜见了,也只有开心,而不会责怪。 小妖又问,不知两位舅舅可还有什么问题,最好一次都说出来,我这身体不好。 你们也是知道的,一直都在御山,疗养着,这一路从浩林过来,我可是已有些累了。 五王,七王互相对视了一眼,口中却只说着,还请王妻见谅。 挡在云脸前面的轩辕侍卫也并未移开脚步,小妖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了。 给脸不要脸,就别怪她打脸。 小妖站在原地,横在腰间的手指却微动了几下。 暗卫小队瞬间出现,直接把几名挡在云脸前的轩辕侍卫扔到五王,七王脚下,随即又消失不见。 小妖身后的上千名侍卫也跟着动了起来,一直跟随在小妖身后的勾芒更是直接上前一步,把手放在了兵器上,一副叙事待发的模样。 石染和月良再站在七王后面,脸色发青,愤怒不已。 西陵九瑶这是当着所有轩辕官员的面打五王,七王的脸,二人气得欲要上前指责小妖,却被羽阳沉着脸拦下。 小辈们认不出来,得炎和羽阳却能看出来,刚刚动手的那几人正是轩辕王亭的暗卫,向来只听轩辕王一人命令,他如何敢让人反击。 得炎面色虽沉,却在心内暗存,根据他的情报,眼前这位王姬虽一直并未正式回到轩辕,却是数次进过朝云殿,在父王面前十分受宠,今日一见,更是连王亭暗卫都随时在旁。 得炎更不敢与之硬碰硬了,更何况,他是来欢迎人的,不是带兵去打仗的,事情真闹大了,父王不会怪罪小妖这个晚辈,反而会对他心生不满。 第一次交锋,他就在他手上吃了两次亏,是他低估他这个外甥女了。 得炎只能忍下心中的闷气,笑着安抚小妖,都是误会,还请王姬不要动目。 小妖也笑着说,哦,原来是误会,那我现在可以去见外爷了吗? 可以,当然可以,没人拦着了,不拦,怎么会有人拦着呢? 羽扬在一旁搭枪,就是,就是,从来都没有人敢拦王姬的云年。 得炎和羽扬现在只想把这座大温神赶紧送走,惹不起,只能躲开,哪敢再拦。 小妖便带着阿念和枪炫登上了云年,云年起飞之前,小妖拉开了木帘,冲着五王温和的笑。 我这侍卫队,就有老舅舅们招待了,我会在外爷面前,表示对舅舅们的感谢之情。 得炎看着城前乌泱泱的侍卫队,心都在吐血,却仍旧保持着姿态。 王姬放心,我和你七舅舅定会好生设宴款待他们。 云年飞上轩辕山,得炎长吐出一口气,虽然后陵那边早就传来消息,这位尊贵的两国王姬,是个特立独行,率性而为的性子, 却没想到,竟是这般不管不顾,做起事来全凭心意。 最关键的是他在父王那里地位颇深,最好还是要拉拢过来,不然必定会成为枪炫最大的助力。 武神山园乔导,入收注视着小妖和枪炫登上云年,云年内的帷幕合拢落下,遮挡住外界所有的视线。 随即云年又升入高空,被侍卫队环抱于心。 仪仗队的坐骑陆续飞走,没了那铺天盖地的翅膀遮挡,天空也逐渐变得光亮起来。 入收站在地面上,目光看向远方,脸上却换了神色,有不舍得离别,淡淡地感伤,嘴角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笑。 他的心思是被枪炫察觉到了吗? 他还以为他可以把这份心思瞒过所有人,毕竟他连防封被都瞒过了,甚至他一度觉得他把自己都瞒了过去。 如果说,温和有理是枪炫的保护色,放荡不羁是防封被的保护色。 那么他的保护色是什么呢? 是和王姬殿下一次又一次不分性别的称兄道弟? 还是每次喝酒聊天时不分尊卑的嬉笑怒骂? 又或者是每次对他提出来的诸多要求推三阻四,最后确壮四是被他或压迫,或威逼利诱,或万般无奈之下不得已才办成。 明明他是一个如此能够权衡利弊的人,却总是不自觉地为他做各种打算,精心挑选每个月送去清水镇北山的新兵,用心照看浩林国内的每一处回春塘,竭尽所能地帮他疏通多方关系,准备粮草,军备物资。 入收其实不太知晓,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心里,只是当他意识到的时候,他就已经在了。 他也曾问过自己,这个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王姬是怎么走进他的内心? 是他的特立独行,迥然不同?还是他永远让人看不清,摸不透,却深含暗逸的种种举动? 又或者是回春塘,看他枕脉时的震撼和对于北地练兵的意外? 再或者是那个明媚的下午,那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少女,不光谎乱了他的眼,也闪尽了他的心。 入收舒展神情,扬眉一笑,无论何时,再变再了,没什么不好承认的。 可他又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的呢? 他回忆了一会便有了答案。 酸,是那种酸涩的感觉。 每一次一诊结束,他看着他和防风被欢声笑语,一起离去的背影,心中的酸涩都在一点点增加。 直至有一日,他突然意识到,这酸从何而来,因何而生,他又为何而酸? 是啊,他在酸什么呢? 不就是王姬殿下选了防风被吗? 他酸什么? 他有什么可酸的? 不是一直如此吗? 只是内酸,是一种无可名状更不可对外人言说的感觉。 那天,一诊结束,他看着两人又一次一起离开回春堂的背影,才忽然明白,为什么半年前,他就如此执着地跟陛下请示要来参加每月回春堂的一诊。 原来心早已给了答案,只是他并不知晓,但是他清楚明白地知道另一个事实,那就是,他的目光,永远只会落在一个人身上。 他看向那个人的目光,不同于看枪炫,不同于看他,甚至不同于看所有人。 他看向那个人的目光真诚,炙热,缠绵,眷恋,依赖。 也许那句被所有人都已经遗忘的戏言,是两个人之间最深情的告白。 回归祭典上,他曾在众目睽睽之下,笑夜如花地吻,防风公子生得如此俊俏,不知可有婚配。 他一笑着答,被,未曾婚配。 他虽不知二人之间的缘由,起因,却知防风被,并不是众人眼中的浪荡子,没有哪家的浪荡子会对军物如此熟悉。 甚至眼界,格局更不应该是一个防风家的数子,所应该拥有。 但是这些,他一不想去探知,那是他与防风被之间共享于新的秘密,那里,没有他的位置。 而对于入收来说,自从王姬回归以来,既然已有这一年多的共度时光,又何必多求。 他从来都不是枪炫,他不贪心,他知道自己能要什么,不能要什么。 想要而又注定得不到的东西,就应该放在心底好好珍藏,让任何人都发现不了,变成独属于他一个人的回忆。